烈大夫中医教室 主持人 张怀烈中医师 回到第二节的烈大夫中医教室 刚刚在第一节中 我们谈论过一些凉茶 如何令自己睡眠的质素更好 不同的凉茶功效 刚才聂大夫也说过一件事叫上身火 我不知道他开玩笑 还是有一件事叫上身火 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什么叫下身火 下身火是否大家心目中想到邪恋 出下身火 聂大夫如何出下身火 如何出呢?我相信不用我教大家 因为我们中医说火是一种邪气 很邪气的 但有上有下 有外有内 其实身体会分阴阳 上身火我们俗称的就是骨火 包括颈肩痛 头痛 肩膀痛 为何是火呢? 因为身体一些代謝的产物 代謝的意思就是 包括你吃了下肚 你喝了下肚 你的生活劳累 而导致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些病理产物 即是那些垃圾 那些垃圾是到处走的 如果身体的上身是虚損的话 他就会向上走 所以这个是要看体质的 但有一些人反过来 他向下走的 我们今集可能会讲清楚一点 露骨一点 大家各位留意 各位男性的兄弟 留意各位自軸 或者自己手淹的情况 有时会留意一些精液的状态 偏黄 阿俊经常说他有偏黄 偏黄是一种湿热症状 是很湿热的 这种湿热症状下身有火重 原来真的有的? 绝对有的 我以为是有些长期没有用过他下身 所以他的精液变了不新鲜 所以他会偏黄 亦都有机会 但因为你留意 因为我们的精液的产生在腹膏 腹熟的膏丸和膏丸位置 会有一个生精管 他会生精液出来 但反过来 如果你太久没有出火 他就会慢慢咬下咬下 然后就腐败了 然后变成一些黄色的黏液 当然 说真的黄色 在西医角度可能有些细菌感染 但这个确确实实 我们如果是恰当的时间 如果以中医角度 很难说是否三日四日五日出一次好 但是 看质的 有些人一个月出一次都很安乐 那类人也不会有一些偏黄的问题 他可能一个月是好的 但如果一些长期太久太久 没有射精这个行为 确实会引起它的精液变黄 那如果在女士门身上 是不是所谓的流白族 也是下身火比较隆 白族 以前说的 我们学名叫戴下 女性有时会有一些白带 其实最分泌严重的情况 就是排卵的时间 但白带呢 一般白色感觉好像没什么事 但其实我们会看质地 我们会看它的色窄 有很多女性偏黄 西医角度也是细菌感染 但在我们中医角度 清了下身的火 清了下身的湿 它就会慢慢慢慢变回淡 甚至清晰 当然过分清晰 或者过分浓烈 都是一个问题 OK 如果是这样 无论男性和女性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在中医的角度里面 你应该会用什么方法去处理 如果我们药物 大家 各位坊间 我们香港 很多姐姐 自己煲一下茶 我们最常用就是土伏菱 OK 土伏菱这一种药物比较好 它专治下身的湿 所以它本身的性质 它是令到任何的分泌 下身的水肿 它都会慢慢清除 但它的药性本身偏寒 同样 如果女性是有月经 排卵的时间 和怀孕的时间 你一定要慎用 嗯 明白 好了 我想这一节里面 想和大夫说一下 容医悟仁这一件事 很多的时候 我们去看一些中医 我们当然不想批评个别的中医 也有时候很担心 这位叔叔坐在这里 我看到他震到许英秀 哪里是许英秀 是一个粤语长片中的 专门扮老人家的震灾 也有时候会看到一些 满口福建口音的人士 新来港人士做中医 是 无意得罪那些年老 即是新来港人士 但是有时候去想一下 他说到好有满有板 权威得不得了 但是看他的手指 个人打扮 真的给不到这种感觉 满了黑面 很惨 那你怎样可以 所有的中医都合乎 一个更乎 现在的科学化 或者制度化的标准呢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官康一点说 最近很多官康说 因为中医的界别来说 我们就会有规管 现在注册中医制度 基本上全部都需要 合格的大学 和合资格的大学的学位 最少会有 大概50周至52周的实习时间 但是这一件事 大家留意一下 其实从来不保证 不保证 那个医师本身的质量 我们如果真的说到容医 或者一些良医的问题 其实真真正正 我们动人少少 我们讲过心的 我们讲过医德的问题 你没办法在他学历看得到 反过以前上一代年纪的医师 有很多叫表列医师 那类医师就是他们执业了很多年 但他一样可以很有心 如果有些医师他年纪比较大 但是他为利是图 或者他本身的心 他是为了赚钱的 这一件事就正正是容易 好 我也有想问 我了解的西医 通常有很多的forum 也有很多西医的gathering 去交流意见 有些新的发表 各方面的东西 大家也走在医学知识的最前线 可以更新到大家 大家可以用最好的方法 均不见 我们有时去看牙医 几年两年没有见到 这些牙医的技术又不同了 减少大家的痛苦 譬如西医 也会发觉用些药方面 有些不同的改变 你会感觉到西医方面 虽然大家都会明白到 可能会有很多副作用 从你的身体里面 带出很多的反效果 但你要见得到 他们永远都是与时并进 和希望 永远都是向前走 我就不好意思 热大夫 中医我们真的不太觉到 其实中医有进修计划 我们有一个逐牌制 逐牌制每三年要有六十分 六十分是什么意思呢 每一分一个小时的进修 但是说真的 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很多流于表面 我不能够抨击 或者我不能够说任何东西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机构 协办或者主办这一类的课程 但这一番说话 就不是给一些我们业余的 或者行外的人 其实我们行内 我们真的见不少 我们每年每次逐牌 我们有时候去进修班 其实中医一样有很多新知识 一样有很多优化 强化强效的治疗方法 但是有很多医师 他未必掌握全部的治疗方法 但是这一类的课程 其实留于表面 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课程 我们见到很多医师都睡觉 或者签完就走了 你问是否中医没有 其实中医有的 中医很多学会 或者一些业界的人 都很有心举办不同类型的增值项目 但是很可惜 有些医师未必是这样 真的很贯彻始终地去学习 这一件事真的没办法 我们说业界这么多人 现在八千多个 我们加上表列 就接近接近一万个中医师 但是未必每个都这么好学 又是看个心 好了 我有听过 我也认识一些不同的医师 大家都会觉得 香港的医学 可能是最全面的中医 就是保留中医里面的精髓 对 因为很多以前的股方 或者宫廷里面的东西 都来到香港 还可以保留得到 反而台湾和大陆方面 其实没有香港保留得那么好 或者我们更静一点 台湾反而保留得很好 台湾保留得很好 但是中国内地 因为它推行了所谓的中西医结合 其实现在大部分 在中国的中医学院 或者他们现在 考中医的执业牌照的医生 在内地执业的 他们可以用西药的 所以很多医师 其实他们所谓的中西结合 大部分是用西药为主 但是中医或者中医的技巧 他们没有办法培训到 所以这一件事 我们觉得是很可惜的 那出现了这个24M加Panadol的问题 也都令到人家有药物中毒 和过敏的问题出现 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港台三地 两岸三地 是不是应该都有一个 在中医的权威是领导 令到这个汉学的中医 是不要失传呢 香港是不是可以责无旁 但是令到这个领导的地位呢 非常可惜 因为现在说真的 内地你看到 它的经济发展任何东西 好像很有生气 如果你说中医的来源真的是中国 那现在你看到这个世代 它根本上好像一个凌鸽的角色 但是真正的传统中医 和单单以中医技术执业的 其实真的是台湾、香港、南洋 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 有很多医师 它是获得到很多以前传统的治疗方法 但是你说要业界的一个代表者 那我们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共识 但是我以我自己的立场 起码不可以用西药 这个是基本的 因为如果你的中医又用西药 又用西药 没有西药就学 没有西药就学 以前的传统东西 你全部丢掉了 因为个个都急功近你 现在我们这个世代你看一看 中国、华人、澳洲地区 每个都急功近你 中医的真正优势是什么? 在顾本培原 在将身体体质改变 和改善 扶正 驱邪 西医有自己的优点 有优势 但真正的中医结合 不是那个执业者 他又用中又用西 而是说我们中医的专业人士 和西医专业人士 大家寻求一个方案 找到一个共同点 然后再将医疗系统强化 这个才是真正的中西医结合 那我又很想问一个问题 列大夫可能这个敏感一点 不知道影响到你将来的事图 各方面的事情 现在经常说中港交流 叫那么多的中医学生 上大陆去实习 或者深措各方面的事情 那么分钟学一些邪钉东西 绝对是我们每个人 每个都需要学一些西医 但说真的 这个影响不了我的 因为全香港 包括台湾 包括其他地方 都一定要学一些西医 但学西医有用的 这个确实有用 但我们不可以在执业上应用 我们需要看片 我们需要在某一些病理的诊断 我们需要学习 我们需要了解西医的治疗方案 但是执业和应用上 我绝对反对 内地的中医可以用西医 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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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任何的西医治疗方法 我们有时看到 在内地有一些骨科 中医骨科 他叫做中医骨科的治疗者 他那类的医生 其实他开刀就做手术 那需要学中医呢 对啊 其实他中医是 但是呢 随便开几剂 安慰剂给他 我们真正的中医不是这样的 分一分钟给你多少 24米 你喝一下就算了 对啊 喝一下 然后呢 主要都是靠西医的手术方案 这个是中医嘛 那我想问一下二大夫 只剩下一两分钟 就是在你认知里面 有没有接到一些案子 是人家说的 闲运医生 就是医病尾 是 但是看你的样子 也不是很闲运 是呀 没有闲运医生 有很多黄鹿医生 给一些其他杂症 你去解决 说真的 在不同的 很激烈 不要玩笑 你多一点 不同的方案 不同的病情 其实是确实有一个阶段性 闲运医生医病尾 这个体运势 但是说真的 一个好的中医 其实他能够开到的处方 他真正能够医到病人 他其实不会有这样的 有时说我们夹不夹 医师夹不夹 没有夹不夹的 医生可能开错药的 我们单单举一个例 濕疹 有些医师说 哎 我们发出来 接着好 不是真的这样的 我们真正的治疗方法 如果他有好转 他就慢慢络络好转 不用发出来 不要发出来 他死了 是啊 对啊 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 可能是某一些执业者 他真的 搞到病人发出来 然后 嗯 我先補锅 这样说 明白吗 这些是 盖着屁股的做法 都不知道屁股 还是眼睛 那你没有试过一些 的案子 有些这样的 忘录 弄得很难 然后被你接手 非常多 但是当然 这里我公平一点说 西医也不少 哈哈 可以分享一些的案子 你怎样去接触过一些 就是搞难炭治 你选择好的东西 其实太多了 我们皮肤科很多 我们癌症的治疗也很多 是 当然在癌症治疗 我现在都要声明 中医有中医优势 西医有西医优势 如果西医不是能够 在全球都能够作为主流医学 它不会有任何价值 那就是证明它是有价值 对呀 反过来中医 如果它是没有任何价值 它不会维存了这么久 几千年到现在 仍然能够复权到一个主体治疗方案 甚至它能够复权到这么多病 中医好西医好 大家都是立于一个希望病人 好转和治疗的层面 所以中西不会是对立层面 我们是能够互补结合治疗 所以你的看法就是 中西医两边夹来用两个不同的方向 但走回来都是同一个objective 殊途同归 中医改善体质 西医治疗了最根治的问题 最根本或者最急性的症状 这两个结合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是濕疹 现在你的医生就医生 医生越发越多 大家明白为什么 请由体制入手 多谢列大夫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夹不夹的问题 只有医不医得好 没有说是夹不夹的 绝对 今天就这么多